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新年輕人的 四位帥哥 美女好辣醫師團 歡迎大家 好了 我們今天三個星期的來賓 阿哥 你知道嗎 根據調查顯示 全國有 慢性失眠盛行的人 有10.7% 就是等於說 幾乎十個人中就 一個人有這個困擾 因為像失眠 因為可以講說是 一種危兵病 對 對不對 因為工作 環境 壓力 生活等等的 對 但是每個人就 這個失眠困擾了 我想今天我們要請專家 來告訴大家 該怎麼樣 能夠改善這個狀況 對 我覺得我們今天有請到 失眠的翹楚 看美照姐 不得了 連續七天七夜沒睡 吃安眠藥 買枕頭 補蓋 蓋後背 看腦部 修護科 阿哥這邊是 連續兩週失眠到天亮 換床墊 換枕頭 冥想 還換尿布 沒有 沒有 失眠 沒接受 我看他有沒有換床墊 換枕頭 換尿布 那是尿布 好順 吃安眠藥 泡溫泉 做睡眠檢測 對啊 來這邊章魚 48小時 就兩天 半夜慢跑定做枕頭 吹電風 電扇熱風 就是那個電扇不是有冷風熱風嗎 我就想說它有白噪音 然後就開熱風頭在那邊吹這樣 好無所不用其極 換請鋸把燈圓貼起來 看鋸按摩 刮沙 睡眠對健康很重要 它很重要 你想想看24小時 我們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覺 所以其實睡眠對我們的很多健康 真的有關 其實我們要知道很多人 他多數其實我們真正的失眠 有分三種族群 是 一個叫做睡眠中斷 一個叫做入睡困難 一個叫做過度早醒 哪一種人他會去醫院求診 通常是中間這種性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很明顯的晚上就是睡不著 他就覺得我好像要需要安眠 要才能入睡 你才會去醫院跟醫生求診 然而這兩種型 常常就是隱藏版的睡眠問題 然後你會覺得我應該OK 我不用看醫生 我也不用處理他 不知不覺你就是屬於失眠的類型 那我來講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睡眠中斷 其實蠻多人會有一個經驗 是我晚上睡到一半 我突然眼睛張開 我為什麼會張開 我去上個廁所 或者是我張開之後 好像又有一點 花一點時間 花一兩個小時我才睡得回去 這種睡眠中斷性 通常有些人會暗示了 他身體裡有一些狀況 例如有些人餵食到逆流 有些人有一些心臟方面的問題 有些人有過敏性鼻炎 有些老人家有頻尿的問題 他常常會因為晚上 因為這些身體的疾病 讓他的睡眠從深層睡眠 變成淺層睡眠 甚至到真的醒來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 你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需要去找到你的問題 然後處理它 你的睡眠中斷可能就會改善 那入睡困難型呢 其實有時候我們真的都會問 尤其是即興入睡困難型 因為比如說你 你可能只有這一個禮拜是失眠的 我們通常一定會去問 是不是發生什麼生活上的事件 通常有一個事件或心情的壓力 就會讓你眼睛閉上 就想到這個事件 因此而困擾睡眠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 你不去處理它 很多人就會變成慢性失眠 到後來甚至有些人 會嚴重到要吃安眠 要才入睡 會不會是捨不得睡 就是我覺得人以後走了 可以無限制地睡 我靠 你講太遠了 將來會睡很長很長 就會睡很久 然後又覺得這一天那麼短 然後我終於有me time 我不能看個劇 放鬆一下 或是跑個步之類的嗎 那會不會太捨不得睡 所以你真的有可能很早就會去睡了 這是有個研究的統計說 我們發現我們睡眠時間 其實會建議大概6到8小時左右 如果你睡得太少 少於6個小時 或者是你大於8個小時 在月邊邊 你的死亡風險是會上升 所以還是要說 不要捨不得睡 睡覺其實對身體是健康 很重要的 那第三種型叫做早醒型 通常這種跟年齡有關 因為其實我們隨著年齡 剛出生的寶寶 他需要非常長的時間睡眠 可能13到15個小時 但是隨著我們年齡上升 我們本身的睡眠時間就會縮短 所以有一些可能 七八十歲的長輩 他其實不需要 真的那麼久的睡眠時間 他可能只需要5個小時 對他來講就夠了 問題是他就回想 我年輕的時候 我要9個小時才能睡得夠飽 因此他其實早上4點起來 5點起來他怎麼做 他就繼續把他的睡眠時間 往前推移 就變成他覺得我太早醒了 那我就再更早一點睡 那有很多那種 三代同堂的家庭 他就因為這個 為了自己的這個 睡眠時間縮短再更早睡 最後就跟整個家區隔開來 這種早睡型的 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要告訴這些長輩說 應該說睡眠時間變短 這是正常的 不要因為你睡眠時間變短 變成你早上又不眠 然後晚上的睡眠時間又更短 那就會進入一種惡性循環 哪個人都幾點睡眠 我大概 其實我大概都7 8點 沒有9點我要看股票 很老實 等一下Eco 你到底為什麼那麼嚴重 就是有一次我搬家 然後我那個時候是處於很低潮期 然後兩年前不是去那個 新冠 新冠這個就是我的工作全部被推掉 所以我就是在家沒事做 然後又不知道我下一步該怎麼辦 壓力很大 所以我 我就每天都在煩惱這一塊 朋友邀約我也沒有心情去 我對別的東西也沒有熱誠的 然後我就每天就是 睡覺就是都睡不著 睡不著 然後眼睛就一直睜著 然後就想有一個方法 好像不是中午吃完飯 你會飽後困 我就用這種血糖的這種方式來試試看 然後晚上就6 7點吃 吃完8點想睡覺 然後我就直接躺 躺了想說 一覺到天明 不是 到10點 我就醒了 然後就怎麼辦 我還有好幾個小時怎麼辦 我就是都睡不著了 然後連續就是惡性循環 而且我那個時候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我搬到頂樓家蓋 對 頂樓家蓋有三個很特殊的事情 就是我那時候搬到頂樓家蓋 是沒有窗簾的 然後它是直晒嘛 所以太陽很大 不能抓個窗簾嗎 我有訂了蝦皮 可是它太久 因為新冠它運送又特別久 所以 你是迪化街買塊布啊 或是造紙貼一爹 就沒有辦法 然後第二個是 它風聲會很大 因為沒有阻礙 第三是 水塔就在我旁邊 天啊 它那個天然的白噪音 那是你環境的問題 我就 連續兩個禮拜是無法入睡的 而且你要知道 當你人睡眠不好的時候 你的耳朵更敏感 一點聲音你都聽得清清楚楚 真的 對不對 我又是靠聲音吃飯的 那搬了沒有 搬了 搬了 搬了就好 環境很重要 對 剛才Echo有提到 它這種就是容易睡眠中斷的 其實它是 那段時間壓力太大了 對 那如果我們有機會去抽你的血 你的壓力荷爾蒙一定是比較高 那壓力荷爾蒙比較高 除了你沒辦法好好放鬆睡覺 事實上你的心情還會不好 對 那時候很憂鬱 甚至有憂鬱的傾向 那還有就是壓力荷爾蒙高的時候 你的血糖是低的 即使你就是大概七八點吃了 但是你的血糖很快又掉下來 因為你的壓力荷蒙很高 那我們身體在低血糖的時候 它就會把你叫醒 因為太危險了 我要提醒大家 其實很多人就是 他吃藥 吃的可能不是很適合他的體質 我這邊有一個例子 就是大概四幾歲的男性 那他之前最早是因為那個 去治療 在這治療過程裡面 醫生開了抗焦慮跟安眠藥給他 那有一段時間他就覺得還可以 可是後來他發現那個藥是抗焦慮劑 他不想要依待這個安眠藥 所以他試著把它停掉 那停掉以後就開始不行了 就是就會反彈性的失眠 他就得靠他 那吃一段時間以後 到了這個來看我們診的半年前 他的情緒開始掉下來 然後醫生看他有憂鬱的症狀 就把抗憂鬱器開給他 抗憂鬱器開給他以後更慘 他發現就是說他整個沒辦法睡覺 即便開了比較重的藥 他就是大概睡個一兩天 然後又不行 而且整個人變得非常麻木 然後沒有感覺 那最重要是心情也沒有好起來 那像這種的話 我要提醒大家 有可能它是有一種體質 我們叫做假激化偏高 那假激化偏高就是 他神經傳導速度 比一般人快或是多 那像這種人 他是不適合去吃這種抗憂鬱劑的 他吃的抗憂鬱劑反而會更焦慮 更想不開 甚至會就是想自殺 那常常也會有 或者是失疹的問題 如果你是這種體質 你又發現醫生給你抗憂鬱劑 你又睡不好 其實要趕快跟你的醫生討論這個患藥 所以我們給他就是趕快把抗憂鬱劑 有激化的減下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以這個安眠藥的治療為主 同時的話 有時候就是建議他睡前 可以喝一點這個蜂蜜水加鹽 為什麼要蜂蜜水加鹽 這是阿裕沸陀療法建議的 很多人就說我要心情好 然後要睡得好 要想辦法增加血清素 那增加血清素最快的方法 就是吃甜的 可是吃甜的 不要讓身體負擔太大 所以我們就找蜂蜜 那蜂蜜這個東西進入身體的話 你的胰島素會稍微拉高 稍微拉高 它會把你的色胺酸轉成血清素 那血清素再晚一點 轉成褪黑激素 你就會比較好睡覺 那加鹽的目的在於 把壓力荷蒙降低 所以很多壓力大 都是喜歡吃蘆味 吃很鹹的 原因在這裡 我們這個患者就這樣 我們給他建議 他就是心情越來越穩定 然後睡得越來越好 整個狀況恢復得就還不錯 我第一次聽這個配方 對 蜂蜜加鹽 蜂蜜水加鹽 蜂蜜水加鹽 Echo你就一直瘋狂B box 然後咳了 你就喝蜂蜜水加鹽 這樣說不定蠻好睡的 我覺得Echo 可能是焦慮或憂鬱的那種 可是我是 就是越晚越亢奮 我就是到了半夜之後會覺得 就是靈感全有 我跟你講 那你這種就是 你的DNA裡面是這種 對 我的DNA就是這樣子 我不跟你講嗎 我沒有看我爸爸晚上睡過覺 真的嗎 他睡白天的 沒有印象 他睡白天的 對 晚上不睡覺的 他可能很享受他個人的時間 對 他可能覺得 那是他很享受的 因為你們早上太吵了會不會 我講 我覺得生兒子的家庭就會這樣 因為像我以為是48小時沒睡 是很誇張 因為我那時候有主持一個理財節目 然後我前天晚上 都要準備很多資料 我就覺得那些數字 跟我有仇 我就一直跟他對看這樣 然後那天準備資料 然後已經 因為隔天8點要錄 然後我到2點都還在準備 一不小心就到了5點 然後就6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想說 只剩一個小時可以睡了 我要睡嗎 對啊 你白天怎麼工作 就躺在那邊等 想說至少睡一個小時也好 結果我一躺 根本沒睡著 然後8點 我出門的時候想說 我今天完蛋了 因為要錄一整天 然後我在隔天的白天 都還是很有精神 因為它是一種意志力 還在亢奮 不是 那是要亢奮 對 然後 就像以前我們打麻將 你打夜 你睡不著的 然後但是到隔天到下午之後 來賓講話我都覺得 我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就是用本能力 你精神沒辦法集中 你也放空了吧 對 就像我一個晚上如果睡不好 我今天主持節目 我的反應會慢 對 會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特別安靜 代表沒睡好 所以其實像張宇剛才講的 那個狀況 真的就是我們在睡眠之前 不要讓自己一直做很多 高度專注的一個工作 對 我們車子突然很熱 突然給它煞車 給它關閉 其實引擎也容易壞掉 這道理我們都懂 對 那可是我們的腦部也是 它需要休息的時間 否則當你睡著的那個狀態 你在躺下的時候 你的腦會無止盡的去轉 你剛才說記得的所有的東西 那在想那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越想越專注 那想到最後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發現 時間分一秒經過 你會越睡越有壓力 那這時候入睡困難就會產生了 所以入睡困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盡量不要再睡前一小時 做高度專注的事情 這不然一小時要做什麼 那個小時就是 放空 很浪費時間 你不是有小孩嗎 因為小孩睡了 所以我那小時很珍貴 所以你就去看劇 你要是這樣晚上就不睡 白天小孩子吵鬧 或要陪他 你怎麼照顧小孩 你白天有別人照顧對不對 沒有 白天我會陪他們吃早餐 送他們出門之後 不要吃安眠藥 沒有 再去補眠一下 再補眠一下 早上不要睡 晚上睡比較好 七天七夜沒睡 這個 這個是 好多 所以連續七天七夜 我都是 這一組拍完 下一組的 就已經在那邊等了 然後跟著去 然後就這樣子 像陀螺一樣 七天七夜 好不容易 所以就第八天我休息 躺在床上 就那七天的戲一直在 我的腦子一直在轉 閉著眼睛 它就是一直在重複 就停不下來 腦子已經停不下來了 所以就是第二天 我媽媽就帶我去看精神科 然後醫生就說 我這個就是 我吃生命劑吃 就還好 就可以睡了 那問題是 你知道那個是 如果我們在做秀還好 如果拍戲的話 就很嚴重 因為有時候你是六點要出班 有時候你是晚上一直拍到 早上的五點 作息都完全是亂的 對 本來鎮定劑 後來變成安眠藥 對 然後越吃越重 越吃越重 對 我最高紀錄 是八顆 那睡得著嗎 如果八顆 那個時候我是可以 它就一直加量 就是一直加量 一直加量 最高紀錄就是八顆 然後 終於有一天我發現我不行 因為我本來的記憶力 其實是超強 我看兩遍 我就連你的 我都通通可以 唉唷 不要連我的 我自己講 就是可以提詞 還可以提詞 對 很厲害 我年輕的時候 的記憶力是超強的 對 然後到我發現說 有一天我發現 我好像要看劇本 而且我好像要念出聲 我沒有念出來 我記不下來 對 我才開始有警惕說 完了 傷到腦 在我們的安眠藥裡面 它有一個作用叫 抗膽鹼作用 那這個抗膽鹼作用 跟我們的記憶力有關的那個 神經傳導物質 我們叫做乙烯膽鹼 它是有關的 所以你長期的吃這種安眠藥 尤其是我強調 長效的或是中效的 它的抗膽鹼作用 會比短效的要強 但是短效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容易產生耐受性 一般人講的抗藥性 所以長期去吃這個安眠藥 然後又吃的是這種 比較長效或是中效的 久了以後你的失智風險 真的會增加 認知功能衰退的速度 比一般人快 所以就是美照節那時候 他意識到這個問題 不是因為他老了 是他很清楚他的身體不一樣 我岳母 因為我岳父是空軍的 你要讓那個空軍的眷村 三不五時就有吉普車 好幾輛開進來 你知道就是什麼事情 什麼事 就有人摔飛機了 那個當太太的 那個精神壓力有多大 所以他們那個每一個 都是那個長期的那種壓力 而且以前是常常摔飛機 常常摔飛機 所以我岳母 曾經幾個月沒有合過眼 擔心 那種壓力造成幾個月 沒合過眼 其實一般民眾如果遇到 睡眠障礙 最想要最快速獲得緩解的方式 大概就是會尋求 安眠藥的幫助 所以我們大概有分成幾種 第一個是短孝型的 有些是針對一些入睡困難的 我可能我躺了好久 躺了兩個小時 我睡不著那怎麼辦 我來一顆短孝型的 協助我入眠 然後接下來我就可以 延長我的睡眠 一路到天亮 剛剛正醫師也有提到 這種短孝型的大部分 它代謝也都非常快 隔天也沒什麼副作用 像剛剛章魚的狀況就是如此 我們可以吃一點短孝的 可是很容易有 或像夢遊之類的副作用 我們還是要小心一點 那像中孝型的 像晚上比較淺眠 或是它很容易一點點 就是聲響就被吵醒 我們可以用一點中孝型的 這種助眠劑 那另外長孝型的 可能就會針對 像美教節這樣子 可能會是你的主導 你的主菜 那種嚴重失眠 甚至合併有一點焦慮狀況的 所以每一個安眠藥 它都有它的一個藥性 像我之前學生時代 就曾經為了考試的時候 因為三天三夜睡不著 剛好那個同學 就從他媽那邊拿了一顆安眠藥過來 分給你嗎 那時候也沒學過藥理 就傻乎乎的 就想說不然就吃一下 就兩人講說真的好難睡 吃了之後隔天 我差點沒辦法考試 好險搬帶趕快來叫我們 要不然的話 今天就沒有現場無醫師了 睡太久 所以我們吃到是那種 他媽媽那種長孝型的 他其實就希望他不要去考試 少一個競爭對手 他就是希望你睡太久 那時候你還是找專業 讓專業的醫師來解決 剛才那個要提醒大家一下 短孝型的藥物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Z開頭 學民要Z開頭類型的藥物 這種短孝型的藥物 因為會讓你入睡會比較快 可是當我們習慣這種入睡快之後 成癮率也會比較高 就會比較有依賴性 那這種因為入睡很快 它又短 所以有會容易出現一個叫 就是你睡到半夜的時候 反而就醒來 然後就睡不著 或者是一直開始很多夢的情況 所以如果當你有發生這個時候 你在用安眠藥的時候 要做一些調整 而且那種短孝藥最大的狀況就是 有部分研究發現 所以在使用安眠藥的時候 真的建議跟專業的醫師 好好地討論 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問一下那鎮定劑呢 其實大家都說叫鎮定 坦白說同一類型的藥物都是安眠藥 可是它有四種主要大類型的效果 舉例來說 一個就是鎮定安眠的效果 一個就是緩解焦慮的效果 一個就是抗癲癇的作用 一個是肌肉放鬆的作用 每個藥物在這個四個向線 都會有不同的能力 所以要依照自己的狀況 有些人可能選擇鎮定效果好 有些人可能選擇緩解焦慮效果好 有些人可能是為了有一些癲癇而使用 那就不一樣的藥物了 我去那時候 因為老婆還是在加拿大 在溫哥華的時候 我晚上的飛機 那邊是下午五六點 那就吃飯了 到那邊就吃飯了 那他們晚上五六點 再過幾個小時就要睡覺了 我們怎麼睡得著 睡不著 對 但是十點多就沒想到自己睡 我告訴你 一定三點醒 醒了之後就睡不著 真的喔 睡不著 早上就送孩子去上學 然後去買菜 那中午就已經台灣了 快晚上了或下午了 你也累了 你就睡 睡到下午四五點 去接孩子的時候 又是一天 又睡不著了 孩子回來了 我跟你講幾天 我要累的喔 真的 最後逼不得已 就要吃一顆安眠藥 因為吃一顆 你睡得比較長一點 你就會精神好一點 也會調回來 但是那個安眠藥 真的多夢 夢很多 真的喔 亂做鬼打架 我有一次吃過安眠藥的狀況是 我是 可是我有安排 跟朋友安排去露營 還是硬著頭皮去 然後晚上那個山上還是比較陰涼 所以我還是先早一點睡 然後就一直咳 睡不著 咳 我朋友就過來說 你要不要我平常也在吃安眠藥 分給你一點 太誇張了 給你三顆好了 我說三顆 你平常吃幾顆 他說五顆 那沒關係 我說我先半顆看看 他說沒有笑 還是一直咳 一直咳 然後他就 那再一顆這樣 我吃完 直接 就睡醒的時候 我臉這邊是濕的 他說為什麼是濕的 就是我流了整碗的口水 整個枕頭是濕的這樣 我就 終於醒了 然後我整碗就沒有咳 沒有那個印象 真的是睡死 但別人藥真的不能亂吃 或者是去花蓮找朋友 我想說那個異地睡覺 晚上應該睡不好 很怕 然後我朋友就說 怎麼會這樣覺得呢 我有一個法寶 還沒有 不是 我有肌肉鬆弛劑 然後我想說 我老公是運動員 肌肉鬆弛劑 應該是肌肉放鬆 應該還好 他說我平常是吃六顆 一個睡覺我會吃六顆 他說不然這樣你吃一顆 那他給我一顆 我其實他有時有點擔心 想說我又沒有吃過 我就把它切成 四分之一 已經吃到四分之一了 隔天早上起來正常 但到中午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整個人就不對勁 然後我就昏倒在餐廳 我睡了大概四五個小時 才起來 然後醫生就說 你沒有習慣吃這個的 千萬不要亂吃 對 我覺得真的很鬆弛 我們有時候 像有些時候 像有些病人他可能來 就是像Echo一樣 就是可能久可不遇 我們有時候在睡前 我也要讓他好睡一點 會放一點點類似這樣 要嘛就是加強抗阻症症的作用 要嘛就是放一點點肌肉鬆弛劑 可是他只是助眠放鬆 但是會影響到整個 完全睡到四個五個小時 不行的人是 可能比較少聽的 我要合併暈眩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吃肌肉鬆弛劑 會導致那個 還有一個原因可能就是 你身體是代謝那個藥物的速度比較慢 那就是你的另外一般他常吃 他代謝速度很快 所以他吃那麼多顆 他的作用也是 就是晚上而已 起來就OK 那其實吃安眠藥一定可以助眠 這件事情其實是 我建議大家要先打個問號 有些人吃其實不是那麼適合 我這邊就有一個案例 他大概是四十幾歲的女性 那平常的話就是比較龜毛 然後比較求完美 然後愛乾淨 那有一段時間他就開始失眠 那失眠以後 醫生聽他的主述 就是說 那你這個失眠 就是給你一些安眠藥 那一開始他吃一顆有效 可是很快 兩個月之內他的藥已經 加到三顆 加到三顆了 當然還可以睡 可是他覺得不對 而且我長期以往也要靠 然後之後都要靠這個東西的話 他心裡害怕 那我們去評估他的狀況 然後我提醒大家 就是有些人 他的體質不適合吃安眠藥 是因為剛才講 有一個叫假計劃偏高 那這個女 這個女士剛好她是 她神經傳導物質 產生的速度 比一般人來得慢 或者是少 這也可以透過檢測來確認 那我們幫他確認以後 確定這個安眠藥 只會讓他越吃越累 然後晚上雖然有讓他昏倒 但是白天起來 那個宿醉感是很重的 那我們就會建議這些患者 其實應該要想辦法去 提高他的血清素 提高血清素的方法 在藥物裡面就是 可能是以一些抗憂鬱為主 如果你要去補充營養的話 就是想辦法去提高你 色胺酸的一些攝取來源 那所以這個患者我們就是想辦法 就是把他這個 就是低劑量的抗憂鬱給他 把這個安眠藥就是慢慢的減下來 不可以突然減 突然減會有反彈性的失眠 那這樣子的狀況 就可以處理得比較圓滿 所以還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吃錯藥 可能越吃越糟 而且越吃越多 然後副作用越來越嚴重 Echo還有為了睡不著做過什麼努力 我整理了六項 整理了六項 我還是認真就是 做學習的冥想 就是靠呼吸調節 因為那個呼吸調節 其實蠻幫助身體的增加有氧 這件事情 那身體增加有氧你其實 腦袋比較清楚放鬆 就是我做的方法是 吸跟吐 它叫吐鈉 對 吸跟吐 然後我會變成吸很深層 吸到腹部這樣子 吸很深層 然後慢慢吐 然後腦中不要想任何事情 就想著呼吸這件事情 你就專注在這裡 我做的就是冥想瑜伽 然後真的沒有辦法的 我就會吃退黑激素 就是因為其實人的身體本來就會產生 那我再增加一點點這樣子 那第四個就是換了床 我的床墊跟枕頭 我的床墊就花了三萬塊 然後枕頭兩千五這樣子換 你是一個人睡嗎 一個人睡 難怪睡不著 兩個人會更睡不著 一個人睡比較好吧 找個女朋友最快 其實換了床自己很舒服 其實有一個壞處就是 像麗琴姐剛剛說 有時候出差 出外表演等等 你會認床 那個認床的狀況就會很嚴重 第四個方法 一二三四 對 四個方法就是 就是有做針灸的 針灸這種 或是按穴道 那這邊有一個是三陰礁的穴道 其實我姑姑也是長期要吃安眠藥 然後我就說我到你家 然後我買那個電療片 然後我幫你貼 然後就幫他貼這兩邊 那這兩邊怎麼找 就是三陰礁這個穴道 就是腳踝那一側 然後四個手指頭這樣放在腳踝這邊 這個位置就是三陰礁 你就可以按這兩邊去按 那比較好的方法 其實現在你不用自己按 就是買電療片 貼半小時它可以設定 那其實那一天晚上 我姑姑就沒有吃安眠藥 但你幫他貼 然後你自己睡不著 這樣要幹嘛 我自己睡不著 我來送給他了 忙什麼 然後因為我不是之前 住那個頂樓夾蓋 後來我就加了一個方法 就是我如果沒有窗簾 教大家 你就買那個眼罩 那你換三萬的床幹嘛 弄個眼罩就好 就是各個方面都是完整 身方會顧到 所以你現在可以好好睡覺 我就可以好好睡 你小時候會磨牙 磨牙就是這個故事就是 我在國小一二年級 因為我們家比較沒有錢 那就是四個 四個兄弟姐妹就是打通鋪 所以哥哥姐姐說 跟爸爸那個告密 就說弟弟每天晚上都 就是弄一些怪聲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爸就是想說 要處理這個問題 想說我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那就去台東的馬街醫院 然後那個醫生就說 你三天不能睡覺晚上 我就說 那我要幹嘛 就看電視這樣 就是國小而已 其實很難撐 但是到了白天 你就是要去醫院的病床 然後他開著燈 電療片這樣貼在你的頭上 腦電火 然後看你的那個頻率 周期是怎麼睡覺的 然後結果發現 沒事啊 但是因為我晚上會 做出一些怪聲 也導致我現在 很適合做B-BOX 你在哭這個哏 我剛剛不想破耳塵那個 無聊 我把你聽得那麼專注 真的 讓我用時間 我跟你講 像他剛才講那個 做那個腦波測那個 像前陣不是大家都講 呼吸重子症嗎 不是有些人嗎 那我又覺得 我們一堆朋友吃飯 剛好就來了一個耳屁胡醫師 他說你們要不要來測一下 我老婆就說晚上睡覺 有時候會打呼或什麼 然後我睡覺就 突然就安靜下來 你知道嗎 那很可怕 安靜30秒 沒有 我老婆就說去去去 然後就掛門診 晚上就睡在那邊 你知道嗎 天啊 多次啊 後來第二天說要看棒 我說看個屁 我一個晚上沒睡 不是 貼那麼多東西 你怎麼睡得著 你就裸睡啊 真的不好睡 不是 跟裸睡沒關係 是您頭上 胸口貼了很多東西啊 所以這樣有用嗎 這樣測有用嗎 這樣測當然就不准 所以現在很流行 現在很流行到我們居家睡眠檢測 對 相對會比較沒那麼精準一點點 參考素質 一些參數會比較少 不過可以幫我們找出很多 造成睡眠障礙的一些疾病 像我之前就曾經有一個夫妻 她是由泌尿科轉介過來的 她們一直很想要有餓寶 努力了好久 一直都沒辦法就是出來 每次她老公都是要等到 她們夫妻倆 就想要恩愛的時候 都必須要等到大寶 睡著的時候 他們才可以處理 最近她老婆開始發現 她每次她老公 等著等著 突然間呼呼大睡 她睡醒的時候 突然間 可能大概過一個小時 她醒過來 老婆就很開心了 老公終於有精神了 就不是 她是下床褲子脫下 是去尿尿 然後就再回來 再喝個水 然後再繼續睡 後來就覺得不太對勁了 她老婆發現她整個晚上 都一直在上廁所 她就很擔心 她會有社會性肥大的問題 她趕快去Google大神一下 南瓜籽好像蠻有用的 早上也給她精力湯 都是以南瓜為主體的 中午也是 晚上也是 南瓜飯 吃到最後她老公的同事 看到她 喂 那個某某某 你怎麼皮膚最近那麼泛滑 你有沒有肝臟的問題 她才意味道 覺得怪怪的 就看了肝臟腸胃科 也沒事 後來她說 好吧 那我們就泌尿科 查一下是不是真的 社福腺的問題 後來社福腺也沒事 社福腺的醫生 泌尿科醫生就建議她 然後你就去安排個睡眠檢測 然後我們診間 我們就幫她安排個檢測 後來她睡眠呼吸中止的結果 她每個晚上 每個小時 她會中止60到70次 她也就是整個晚上 她都沒辦法進入深層的睡眠 都一直不斷地醒過來 因為這樣子 影響到她整個泌尿器 她大腦一直醒著 她就很想上廁所 起來因為她又髒口呼吸 嘴巴又乾 就喝水 就無限惡性循環 後來跟她溝通之後 就解決她的呼吸 我們幫她安排個手術 處理她的鼻塞 處理她的所謂的口菸 對 答案的問題 我們叫做 一起就是複合性的手術 把它處理完之後 大概觀察了半年 她就終於有好消息了 哪哥你聽過白噪音嗎 白噪音 這是一個機器 它叫白噪音 它就是一個機器 它會發出很多不同的聲音 謝謝這位BBOX的朋友 謝謝 沒有那麼安靜 我還有更吵的 我們家每天都要開 幹嘛 那是照音嗎 怎麼可能 因為它有一定的音頻 然後就會幫助你睡眠 我們全家都沒有睡眠障礙 可是我們一定要開那個 其實它那部分白噪音 有些人會想用這種方式 因為它對聲音非常敏感 這些有些人是 比較焦慮的一些狀況 有一些所謂的叫白噪音 就是有點像背景的聲音 可是一直持續 它想要讓你去避免掉 其他聲音的一些干擾 這樣子 有些人會用一些這樣的方式 白噪音這件事情也要注意 它不要讓它聲音一直持續 現在我們還是建議 除了在睡眠的過程之中 盡量越安靜越好 真的喔 盡量越安靜 所以盡量不要讓白噪音 一直持續整個晚上 那影響到什麼程度 大家都說 我們什麼時候需要服藥 通常在睡眠上一個 評估的一個 大家可以自我評估看看 如果你隔天的精神 無法復一天的生活 覺得很疲勞 要硬撐住 那你真的應該要治療 那如果說你的精神都還能夠應付 也許你可以做一些生活的調整 那調整的方式 鼠陽真的不好 因為像我分享我一個病人 他是真的滿焦慮 滿焦慮的狀況 在看人的時候 洪醫師那個 我今天有個問題問你 就拿出了三張A4 寫滿喔 就三張A4都寫滿 就是大概寫了30條要問 就大致上是這樣 他睡眠嚴重的障礙 他很難入睡 可是睡著之後就沒有問題 那這種通常都是 比較焦慮的一個狀況 但他睡眠一天 他非常的自律 非常自律到很誇張 他覺得他一天的睡眠 一定要7個小時 小於7個小時 他無法工作無法做事 所以7個小時準準 那為了避免他的壓力 他都會提早一個小時入睡 對 因為有一個小時能夠緩衝 所以比較不會有壓力 可是他就會開始 那他睡不著之後就會數羊 1 2 3 4 然後羊一直跳 一直跳 可是 對 那個妹到一定的程度 他的壓力越來越大 為什麼壓力越來越大 因為他數到3000了 他今天跟我說 他數到數學的計算3000 他平均數一隻11秒 3000隻除以60是大概50分鐘 換句話就是說 他的伸縮的時間 緩衝的時間 只剩下10分鐘了 當數到6000的時候 就壓力更大了 因為已經超過他 預定的睡眠時間 還睡不著 對 他睡眠時間 也被壓縮更少了 當數到1萬的時候 死定了 因為當天睡眠已經少了 兩個小時 所以他還會一直在 做這個計算 我心裡想說 你當然睡不著 你在數每一隻羊的時候 你一直數有幾秒鐘過去 然後睡眠還剩多少 這什麼爛方法 所以就預算 這樣就數豬 一樣 兩不好睡 數豬看看 豬不行 那數 有時候要先到 都換完了 所以就是請大家 不要真的一直數 養這件事 因為曾經有數過養的都知道 一定沒有用 沒有用 我們也數過 我睡覺不能有一點聲音 不能有一點點光線 然後我不能有一點束縛 就是我的睡衣一定要三個洞 這邊一個洞 脖子 這邊一個洞 這邊一個洞 而且要棉質的 對 然後我的枕頭 就是我已經 已經挑到 我的枕頭一顆是一萬多塊 比我還貴 就是躺著是沒有壓力的 對 那個程度 是 對 然後棉被也是 我最誇張的是出外拍戲 那我們不是要睡飯店嗎 那我一定會叫服務生過來 當著我的面 換整個 換妳帶來的 自己的 我沒有 我有時候會帶 我如果自己開車我會帶 我如果搭飛機的話 或者高鐵我沒有帶的話 我會叫他換他們的乾淨的床單 再給我 妳不相信他換過 對 我親眼看他換 看他換新的 換新的 然後我第一天還是不能睡 我第一天吃藥還是不能睡 我一定要 第二天那床上有我的味道 我還交代他一個禮拜不換床單 這個其實很多 我跟你講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出國 他一定要帶自己他的枕頭 出國 要不然他沒有辦法出國 我想這個大家聽到朋友間 應該有吧 但美道姐是嚴重到看 腦部修護科 對啊 什麼叫腦部修護科 妳講一下 我剛剛不是說 我發現我 記憶力衰退 對 我就是 有一生評估說 我是高危險 失事症的 對 這個 高危險的 症候群 所以我很害怕 因為我媽媽就走之前就是這種症候群 那我就很擔心 我不想要讓子女去有這麼大的壓力 然後我就去朋友介紹我去一個專門腦部修復中心 去的時候 他就幫我開始解藥 就把對腦部傷害比較嚴重的藥 東東挑出來 那個斯基諾斯 斯基諾斯 那個我絕對不敢吃 因為我曾經有過很嚴重的紀錄 夢遊 我要上床之前 我就很習慣的在我房間的冰箱拿一瓶飲料出來 就是想喝一口 發現說明天該補貨了 冰箱好像 對 東西不多了 對 結果第二天我要出班的時候 誰進來了 他去停車場 我一開車掉了一箱發票出來 你自己買的 開車 太誇張 然後你完全斷片 完全斷片 好危險 所以這個藥我那一天開始斷掉 我們必須要說一下 夢遊不是人人都有 所以也不要說 如果你已經在吃這個藥 也沒有這樣的紀錄 就比較稍微的不要那麼擔心 但是真的有些人有 他跟美照姐幾乎一樣 其實也很恐怖 他就是當時吃完藥之後 隔天他就去睡了 隔天早上老婆臉色不好 他就跟他說 你半夜三點出去幹什麼 然後他就說半夜三點 然後他就在桌上 在這個桌上放著一張發票 這樣發票他去附近的便利超商 買了一杯柳橙汁 然後放著發票還記得放在桌上 但問題來了 這張發票上面的便利超商 是離他家兩三公里外的地方 是一定要開車去的地方 所以他們推測 就他半夜吃了藥之後 當然不知道怎麼 到底是開車還走路去的 去買了一杯柳橙汁回家 然後繼續睡 我們之前有遇過一個 一個女兒帶著他的父親來給我 因為說這個爸爸一定要撿藥 撿的藥也是這一顆 那他的原因也是因為 他說他以前其實都跟爸爸 沒有住在一起 所以爸爸吃什麼藥 其實都不太管他 直到有一天女兒搬回家跟他住 他就想說 為什麼晚上半夜的時候 會一直聞到燒焦味 後來他才下來就發現 他爸爸到了晚上的時候 吃完藥可能是無意識的 就會煮泡麵 問題是他煮的泡麵 是把泡麵放進去 煮了之後 然後人就去睡覺 所以他每天晚上都在一個 乾燒這個鍋子的狀態 好危險 對 所以後來他就說 這個一定要撿 因為這個會真的有可能 他想說女兒如果哪一天 沒有住在家裡 就可能真的會發生火燒 像我覺得枕頭這個東西 真的很看人 我以前曾經去百貨公司 就跟美少姐一樣 去買那種很貴的 然後他會測你的脖子 要睡幾公分 後來我發現根本就不用 因為最後我好睡的枕頭 是我兒子睡袋裡的那種 很便宜的兒童的枕心 小小的那種 對 然後走到哪 他就剛好卡在脖子的縫隙裡面 因為我本來就睡不好 然後又是媽媽要工作 我就會覺得 隔天早上起來 常常因為睡不好 發生很多糗事 比如說有一次我工作回家 然後我兒子叫我講故事 然後我就開始 我在沙發上直接昏過去 而且我在昏睡之前 進入了那個迷流 我就開始胡言亂語的 講一些外太空的故事 然後講到我兒子都不知道 我到底在講什麼 像我覺得睡不好 其實常常很多的後遺症 像是比如說黑眼圈 眼袋 然後皮膚不管再怎麼敷臉 只要你那一天沒有睡飽 就會非常的粗糙 比如說你個天要錄影的話 你就是皮膚粗糙到你化妝 都是粉都吃不進去 然後我覺得這樣真的是不行 然後有一次我就早上想說 那我早起去運動好了 就一整天可以充滿正能量的 開啟這一天 但想不到那天運動完之後 晚上還是睡不好 然後反而更累 我就用那種電池快沒電的電量 撐到了一整個晚上之後 隔天精神更差 所以我覺得這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是我身體裡面缺乏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有去查說 到底要怎麼樣可以好睡 像我覺得我朋友就說 可以上網查看看 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就發現 好像白天提不起勁 沒有辦法專注 然後到了晚上 翻來覆去 睡不著 你就是那種會輾轉難眠很久 有可能就是你的身體 缺乏了GABA 就比如說白天 精神不好 沒辦法專注 所以後來我就有補充了一個 GABA的膠囊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GABA膠囊它非常厲害 它除了GABA之外 它裡面還有中藥材 我們常在吃一些補湯的成分 比如說 它會讓你的手腳比較溫暖 因為有時候我們女生常睡不好 就是因為手腳冰冷 可是它裡面這個中藥成分 它就可以讓你的手腳比較溫暖 比較好入睡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裡面有 也就是剛剛正醫師有講到 直接可以幫助我們睡眠的東西 所以我就開始睡前 大概一個小時會吃兩顆 然後我就不要再滑手機 因為真的會越滑越有精神 對啊 要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生活習慣太差了 所以我就慢慢靠著這個 保健食品來調整 因為我也不想要吃藥 我不喜歡吃藥 然後我就躺下去之後 慢慢等那個睡意 像蓋棉被一樣蓋到我身上 然後就可以 隔天精神真的會比較好 我覺得睡得好真的差很多 就是身心的狀況不會這麼緊繃 比如說隔天起來 你要處理一整天堆積如山的工作 小孩的事情 還有你自己很多 雜七雜八的雜物要處理 你就會覺得心情比較放鬆 而且真的是有精神 可以過好新的一天 推薦給大家 GABBA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好像聽起來 比較陌生 它是身體能夠自己 合成的一種氨基酸 能夠有抑制的一個作用 所以能夠比較去平靜 我們那種過度興奮的 身心理的一些反應 所以進而一步就能夠達到 那種幫助入睡 寧靜穩的情緒 以及調整體質的部分 那只是因為 雖然是身體能夠自己合成 可是那數量是有限的 那尤其它還要傳遞的部分 在過程中會一直流失 那更重要的是 作息不正常 生活不規律 三餐不正常 飲食不均衡 壓力大 這些都會讓它流失 變得更加厲害 所以這時候就會出現 GABBA的一些失衡 甚至有一些缺乏的一些狀況 那前面所講的這個 GABBA的一些保健品的一些補充 是不錯的選擇方式 可是大家好奇的是 那吃進去 能不能作用到 腦的這個部分 我們身體有一個東西叫 腸子腦的這個軸 意思是我們在腸子的一些吸收 可以就有各種方式去作用到腦 所以適量的GABBA 補充在過去的一些研究上發現 能夠減輕壓力 然後提升我們的專注力 跟工作的效率 氏氨酸前面大家講了很多 氏氨酸其實是能夠去協助一些 血清素的一些合成的部分 那血清素就跟我們這種 睡眠 壓力 情緒 與這些食欲都會有關係 那如果說我們的這個血清素 有濃度比較足夠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我們就能夠幫助放鬆 能夠情緒比較愉悅 就有舒緩的方式 就能夠幫助入睡了 那另外一件事 電解質很有關係 尤其是我們這種鈣跟美離子 是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如果當你覺得 一直有翻來覆去 常常看天亮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就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營養素的缺乏 的情況 而且看天亮都會心情超差的 就覺得這個晚上又過了 又浪費 對啊 我雖然沒有失眠困擾 但我覺得有時候睡不著 真的可以感受那個很痛苦 對啊 所以我覺得可以大家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障礙 希望你們還是去救醫 不要自己弄一些偏方 對啊 尤其之前 要多多檢視 多注意自己 對不對 但千萬有任何問題 尋求正常的管道 我們都很多專業醫生在這裡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